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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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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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把活動一下 我們要麻煩把前面第一排盆關掉一下 對不起 如果好像稍微安暗一點 其實只要第一排就好了 他是這樣測的 對不起 高雄跟台中不太一樣 歡迎大家來聽今天的下午的這一場 我的演講希望不會讓大家睡覺 我雖然講這個題目 我想先從高雄開始談起 這不是從這裡準備的 其實我準備的是從台中 可是我想先從高雄跟台南講這個故事 我們現在為國用王北走 通常大部分的人是坐高鐵現在比較多 那高鐵 我們都知道高鐵有一個 高鐵的一個大廳有一個商鋪 非常熱門 賣得非常非常的 幾乎每一個人上高鐵都會買的 那是什麼 Pasatina 麵包 不是鐵路便當 鐵路便當也有人買 可是除了那種公家以外 私人的應該是Pasatina Pasatina那個店面 你也注意到嗎 它只有兩瓶大 從高雄開始 左一站只有這裡 那它是跟台鐵便當是唯一唯二 在整個台灣的高鐵站裡面賣的 最好就是這兩個 那因為台鐵是比較屬於官方機構 Pasatina是高雄的餐廳 那它兩瓶大 它這兩瓶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點移動 怎麼移動呢 它是比較靠裡面 後來有點移動出來 不然等一下它兩瓶大都大 都有 可是最近 他們正在面臨一個挑戰 因為高鐵覺得 已經開始紅了 紅了以後要把它 把它位置拿掉 我不曉得裡面拿掉 我今天沒有注意看 它馬上要移到裡面去 那會不會帶來商機 我不知道 好 那我不是要講這個 高雄走銀站 這個Pasatina 好賣 或者 這個酒娘桂圓麵包變成禮物 不是這個 而是Pasatina 這個月 4月9號 它跑去了台南 在台南市場官邸 也開了一家 那Pasatina 它的大本營 是在高雄 高雄好幾個地方 都是Pasatina的 法式餐廳 義式餐廳 甚至日本料理店 好像都跟Pasatina 它除了做麵包以外 他還嘗試著做各種餐飲 然後呢 這一次 他把他的 嘗試著要把他營運 擴展出 然後選擇台南市 那台南市 他就選擇了市場官邸 那市場官邸 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呢 那是賴清德市長 還有之前的許天才市場 都外大了 因為那個市場官邸 旁邊都是古蹟 或者是說 一些參觀的路線 剛好在中間這樣 然後 因為那裡面都是綠色草原 只有一間房子 二層樓在那裡 每一個人進去 如果看到市場官邸 都看一下嘛 那你如果生活在裡面 根本就像動物園 所以我先沒有人要去住 不然住在那裡 都說空中在那裡 要怎樣 那市場就說 那我外大 那我外外出去了 誰敢去經營那一家 差不多這間獎堂 還要大一輩的餐廳呢 那樣的一個二層樓房子呢 你要去OT出去 那要OT出去 要找誰 就要來飆 其實大家都不太敢飆 結果Pasatina 跟開國生班位 就飆到了 他想說我是台南人 我就回饋鄉親吧 一飆上去了以後 他就市場那個官邸 二層樓官邸 他就把它改成了 歐式餐廳 義式餐廳 這樣沒當 可是他的旁邊 邊邊啊 就蓋了兩個 有點像貨櫃屋那樣子 當然沒有貨櫃屋那個醜 是有改裝 改裝是很好的 麵包的烘焙法 繼續賣他的酒娘桂圓麵包 有一點像Pasatina 在高雄這樣賣 結果開業 第一天4月9號 4月10號報紙打開來 我剛好那天在Pasatina 在那看 他們的幾個負責人看到的 臉都濾掉了 為什麼濾掉了 也不是濾掉啦 有一點點難過 難過在說 怎麼這樣啦 我從高雄好好辛苦 跑來台南這裡 來弄一家餐廳 我們老宿也幫你保護好了 然後餐廳也幫你弄好 然後現在願意來投資 活絡地方產業 可是台南人很奇怪 看來這間餐廳 在地文史工作者 他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你這家餐廳 沒有把台南低調的優雅展現出來 台南的低調的優雅展現出來 這也是要調整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說 他沒有跟台南的歷史連結 這個比較好啊 沒有跟台南的歷史連結 另外一個建築師就非常感嘆說 那現在因為實在沒辦法 看他這樣子沒辦法 現在只好期望他的麵包 或是他的食物 能夠展現台南地方食物的特色 就是那天看到的新聞 我看了就想笑 可是看到這個以後 其實那一天 第二天啦 四月十號 那我就下午三點去看 Pasadena那個烘焙法 去看 哇不得了 人山人海 外面都已經塞車了 那表示什麼 他才貪圖法去登錄 他就成功了 但成功來買的人 你會看到大部分還是年輕人 還有家庭主戶 有一些專門吃四孺女的 我跟阿嬤那種 我台南人不會去吃這個 來不得常常聽到這種話 就是台南的低調的優雅跟自信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台南人不會講這種 算是Pasadena 這樣想 好 可是因為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我在旁邊看 然後看到人家這樣講 就覺得非常好玩 因為我在想 我現在換個角度 換個角度就是說 假如Pasadena這一家店 它如果是開在大東牆的旁邊 它會不會遭到這樣的提名說 它沒有鳳山的低調的優雅 有不有 它不可能 進來就進來 大家歡迎的不得了 為什麼 有餐廳進來活肉地方 可是台南不會 台南會有這樣的挑剔 這挑剔到底在挑剔什麼 這非常好玩 因為高雄不會挑剔它 高雄不會挑剔它 可是我現在來講台中 台中會不會挑剔它 台中也不會 台中的市場官邸 你進去裡面去賣什麼東西 你只要不賣牛肉場的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台中市也可以這樣子 可是台南為什麼這樣子 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最近要發表 可是寫了那篇文章以後 我相信台中人會不希望我回家 我覺得我已經沒有當為一個台中人的資格 我說台中人失去的某一種光榮感 台南人為什麼那麼挑剔它 因為台南人有一種光榮感 那種光榮感 他們覺得Pasadena你來 你就要變成我這樣子 才是屬於台南的 他會有這樣子 可是高雄跟台中 是比較開創的 比較包容性比較大的 這是這兩個城市展現的特色 可是高雄台中展現這樣的特色 但是高雄跟台中有沒有差別呢 當然還是有差別啊 高雄有大東這樣講堂這樣的地方 有博厄特區 台中沒有文創園區 台中沒有 所以台中 高雄我還在觀察 台中是一個 失去光榮感跟歷史感的城市 這是一個很真的 這樣子 然後我舉一個例子 對照 台南一宗跟台中一宗比較 高雄同學 我知道 他也有保持一些東西 台南一宗我走進去 我就知道 台中一宗輸起來 為什麼 走去旁邊就看 人家一百年前的教育建築都還在啊 老樹也在啊 台南的女宗進去 哇不得了 台南的女宗日去世代都在 老樹也在 台中一宗進去 全部是楊榮 然後一個石碑在那裡 告訴你 一百年前他多偉大 那我什麼意思 台中女宗連石碑都沒有 也是楊榮 一個高中時代 少年時代的一個在立人 他的養成過程裡面 沒有文化 沒有歷史沉傳 這個城市 他會帶出某一種自信嗎 會這樣的東西會出來嗎 我覺得會很低 那我覺得台中會給人家一個啟發就是 這個城市如果要再恢復他的自信心 他一定要有細葉的文化的論述的講座 像各位現在聽到這裡這樣的論述文化講座 在台中是比較欠缺的 我一直覺得台中需要這樣的東西 林家榮民調為什麼那麼低 最近那個捷運掉下來 他一定是勁腿莫作 那為什麼會低 因為台中人沒有驕傲感跟共同感 賴清德民調為什麼這麼高 不是賴清德 你問他說他到底有做什麼 想一想好像還沒做什麼 可是民調為什麼這麼高 因為台南人有一種自信 讓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市長民調低 這是很重要的 你注意到 分析直接關閃 你仔細分析看看 不然做什麼 對不對 你也不要進去議會 你如果這個在台北 你在台中那你就吻死的 可是在台南就是這樣子 台南就是臉拉不下 好開玩笑 放開玩笑 可是在講某一種事情 好 這是我的引言 接下來 我今天的第一個議題 這是獨立書店的年代 我最近有一個觀察 我在觀察什麼 這是台北市 我在台北市 台北市最能讓我一條街 在五十年前 或是三十年前 叫做中山北路 一段二段三段四段到五段去 甚至到七段都是熱鬧 我最近 我就帶那個跟台北市長那樣的走一個小旅行 就是柯P市長那種小旅行 我就走一段 走從一段走到二段 走走走 然後我跟所有聽眾講 來聽的人講說 我們走了這個 大概快兩公里的路線 這樣這一個區域都繞完 我現在帶各位到最後一站 這個最後一站 不是美食 不是青食 也不是文創 也不是沙龍 都不是這些東西 是一家獨立書店 我想把它做一個結尾 這家獨立書店已經二十年在這裡 是所有我認識的獨立書店裡面最老的 這獨立書店跟成品書店不一樣是 它一直是單獨的用自己的方式 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例如放攝影集 放年輕人的創作 這獨立書店在那裡 在中山北路還存在著 是一個奇蹟 我今天帶大家來的是 來向這一家書店致敬 然後我們大家走進去 那個書店 有一樓跟二樓 中山北路 今天地價 雖然現在新北市 已經漲到一坪四十幾萬 新北市 我不是講台北 新的房子是一坪四十幾萬 中山北路如果新的房子 一坪至少到一百萬 地價是這麼貴的地方 他獨立書店還敢存在著 那是非常了不起 可是我走進去跟他聊 向他致敬的時候 我就問他 中山北路像你這樣的書店還有幾間 他都沒有剩一間而已 我這間 這代表什麼意思 台北市是一個根本沒有文化的地方 台北市是一個很可憐的城市 人家是沒有光榮的城市 台北市一個沒有 台北市是一個很可憐的城市 我很想寫這樣的文章 他的書店在哪裡 你到台大一堆 那一定有的 不然就是成品書店 在什麼中原文創園區 有成品書店 可是那個是假象 大家也知道 成品書店賣的書 不會有人買 大家都到伯克來 看 那邊坐一坐 那邊看 那個是一個裝飾品 那些書店很漂亮 可是那不是真正的生活的書店 那為什麼像田園園城市這樣的書店 在中山北路沒辦法存我 只剩下這一間 那他為什麼可以存我 因為房東每次都給他打六十點 就給他可以活下去 可是那樣的區域 你去看 沒有一間可以存我 非常可憐 就是台北市的社區 一個一個的社區 養不起書店 其實這跟香港一樣 香港的書店都在六樓七樓 小小的空間景區裡面 台北市因為一樓的店面太貴了 很多地方都在書店在消失消失消失 它只能集中在某一個大學的區域才會有 可是一個好的城市 一個美好的城市 一個有意思的城市 是它的周遭應該有很多很多的書店 可是這樣說來的時候 我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那個沒有光 持續光榮感的台中的時候 我最近看到它 是有一些不一樣喔 從這個角度 譬如說 這間對比門面 因為太難看了 我說沒有拍它 我就拍書恰 這間叫做東海書院 東海書院是在台北 台中市有一個地方叫國美館 我不知道 綠原道的南端有一個叫國美館 北邊的話就是成品書店清美 可是北邊我不喜歡人太多了 地段太貴 南端這邊呢 就有一個東海書院 它是一間都擺那種書 大概一般人進去看不到我分鐘就不想去了 可是年輕人進去裡面喝咖啡打電腦 它也知道它賣書賣得有限 可是它的空間很大 很便宜讓人家進去喝咖啡 大概喝四個小時三個小時可以在那邊坐 然後這間書店其實它已經六年了 它到第三年的時候已經快撐不下去 為什麼? 菜賣不出來了 它只能辦獎座 然後透過這樣給人家做 讓時間沒獎為止 然後後來開始賣公平貿易咖啡 大部分的獨立書店不是賣書而已 它什麼都賣 或者說從這裡去找一種可能性 可是它撐不下去的時候 它就跟周遭 那個地方就是郭美館周遭的社區 意思暗示說 再過兩個月 因為我來這裡以後 這裡慢慢有一些房子來這邊帶大家住了 可是我撐不下去我要走了 結果所有社區的人都來拜託它 拜託你們要撐下去 為什麼要撐下去 因為你的存在讓我們這邊比較有氣質 東海雖然發現 他自己也可以扮演這種角色 扮演某一種小成品的角色 成品在台南做過一些 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很遠窮的事情 什麼叫很遠窮的事情 成品就是他到台南的時候 他先設一個店在這裡 然後他發現他自己設店以後 坐到地價就貴了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種力量以後 他開始玩這個 某一種這種遠窮的遊戲 就是他有一天他就想中那個地方 他去那邊開設書店 於是在開設書店的時候 他先把地方先買了一些 然後他再過去 過去以後這裡當然就下跌 那邊就上一帳 很多連鎖企業 知名的品牌 或者後來就慢慢形成這樣的財團化的 某種遠窮化的 這樣的一種書店 在台灣就出現了 這樣的書店的存在 其實 是我不樂意看到的 不過我覺得 城市如果走向這樣的 大型的疊手書店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讓小書店存在 去對抗大書店 小書店的存在 會讓作家 年輕的寫作者 年輕人 愛閱讀的寫作者 或是有意志於藝文創作的人 他還有生存的空間 你今天看著我 我算是比較稍微有一點知名度的作家 所以出版社會尊敬我 你知道那個年輕的出版社 像我兒子那樣23歲 開始寫文章的 得了幾個獎 你就是得五個獎一樣 沒有人理你 你要出書可以啊 書稿子帶過來 最好錢也帶過來 你出書 以前出書你可以拿版稅 現在不是耶 你還自會出版 還有擺店面 你到陳平 陳平要看看你是誰 店面好 這個店面一瓶大 這個店面啊 就化成十個位置 這個位置擺攤位 你要多少錢 賣錢還要給錢 你出書要花錢 還要擺一個攤位 還要給錢 寫文字寫到這樣子 台灣會完蛋掉 所以我對獨立書店 會有一個情感就是 我們應該支持獨立書店 好這是東海書院 第一 第一 我家 我住的心愛 如果在台中買房子 我現在買了一瓶 說到你會怕死 我現在一瓶是二十六萬 你說我賠貴了 但是我告訴你 一瓶二十六萬 我到台北買不到什麼 任的房子 我只能買到二手的 很偏遠 城市邊邊的 可能已經二十年的房子 可是我在台中 我可以買到一棟新的房子 就是在台北買不起 好 我以後再舉例 那我要講書店 我現在在台中市的老城區 因為那邊比較便宜 二十六萬 我如果去七十七十萬 跟台北差不多七十萬 我如果可能去到七十一百 買不起嘛 因為寫文章的人 好 那我在哪裡 我在台中市的第二市場附近 第五市場附近 我買了房子 買了房子以後 我為什麼買那 因為我 因為我 把我的位置 壞了半徑 哇不得了 我的半徑 我只要七五分鐘 我周遭 我可以列出六個獨立書店 我覺得獨立書店很多 我覺得我被獨立書店 環繞 是一個非常大的性 騎五分鐘就這間獨立書店 騎五分鐘就這間獨立書店 人生 過了 吃開了 好 這是東海 我七分鐘就到了 東海旁邊 因為他開了六年 就有一家 門市進去的 叫做上下游 是賣農學 農產的 食安 就會比較準確的食安 這樣的店面 就跟他靠行的時候 這裡就擴大了 就有他的什麼 他的店面就強化很多 人家就比較願意 會把這裡當做一個 重要的景點 然後 我這邊有一個往北走 如果東海是會往西走的話 往北走 有一家這個書店也很好玩 他叫新手書店 新鮮的新 手上的手 他在哪裡 他就在綠園到北邊 這個人就很處理 支持他的 是一個 叫做飯特喜的公司 但也有人認為他比較像陳平 就是說 他很厲害 他有一種文創 是叫做台中的文創 就是說我找十 在這個地方呢 我找十間房子 一起來改造他 你賣冰淇淋 你賣餐廳 你賣什麼 你賣什麼賣什麼 金瓶什麼都賣 沒關係 那這十間裡面 九間可以賣賺錢的 可是我一定要犧牲一間 我為什麼要犧牲那一間 因為如果不犧牲一間的話 這十間很難怎麼樣 這十間就會比較聞到銅臭味 你要有一間不會有銅臭味的 那那一天要犧牲的那一間 就一定要犧牲那一間 他雖然沒有銅臭味 但是他一定會犧牲 那一間最好是賣不出去東西的 譬如說薯店 而且他就 拜託有一個叫做犧牲打的 一個鄭老師 因為他看起來也是沒事做 那最好讓你來犧牲一下 他就犧牲了 於是他們就在一個撒卡堂那 把這個書店弄起來 怎麼犧牲 犧牲也要犧牲得漂亮 他真的犧牲得很漂亮 一間小店 假如是我從這裡開始 從第一排這裡到這裡 這麼大的空間 他把這一間做犧牲打的書店 怎麼犧牲呢 這麼大的空間 從第一排到這裡的空間 他的書店 大概就是這個獎台大 然後靠到這邊來 其他空間 全部把它空出來 空出來做什麼 給遊客走過去 或任何人走過去 都可以坐下來 休息 拍照 所以他空間這麼大 裡面呢 你說他賣書 那個老闆常常不在 門打開來也沒有人 你的頭把那裡放錢隨便放 他在賣書嗎 他也沒有賣書 不是他沒有賣書 可是裡面擺了一大堆書喔 他不把賣書當做真正的在做生意 他在那裡算一種氣氛的爽 我也搞不清楚他要賣什麼 每次去 他說這個禮拜我在賣詩集 第二個禮拜我在賣繪本 他一直在改 然後用了非常浪漫的方式 大家都覺得 你這樣做生意 你怎麼活得下去 他說他本來就不是要把書店 當做一個活著的理由 他只是透過這樣子去 他說書店帶著我 我不曉得我明天接下來要 怎樣弄這個書店 可是我讓這個城市 讓這個社區裡面 某種流動來感覺 我接下來書店要怎麼走 所以他最多是在這裡辦一些講座 讓年輕人來這裡 朗誦詩歌 讓年輕人來發表新聞 新的作品 變成這樣的一個實驗的空間 結果因為這個新書店太怪太好玩了 結果他變成了這個區域 最著名的觀光景點 他變成土地公 你說土地公有重要性嗎 沒有土地公 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見 土地公不見那不得了 因為每一個人來就是要在這裡拍照 然後在那邊坐一下 然後表示我來到什麼 然後拍個照之後我來到哪裡 所以他變成一個地標 雖然他沒有賺錢 旁邊的商家看到他在那裡 每一個人都會把今天這一道菜拿給他吃 這一道拿給他吃 然後說你沒有上廁所的地方沒關係 因為他在設計書店的時候 忘記了廁所要擺在那裡 沒有廁所要擺辦 每一家都歡迎他去上廁所 那這家書店 老闆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經營成功的 他不是在靠賣書賺錢 而是靠著這樣的一種經營書店的方式 他到處去演講他的成功的案例 新手書店 現在有九家 有的家經營不太好 會倒掉 沒關係 這一家根本經營是副城堂 可是大家都很擔心他離開 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他倒下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書店 這是第二間 我認識的第二間書店 第三間 這間 這間真是小的 大概只有六坪大吧 叫做一本書店 他在台中市的綠川 在東邊 那個綠川水很臭 可是走進那個房間 那個書店裡面 誰叫做一本 他裡面都只賣一本 那一本都是精挑細賢 他擺了大概小小的一排書 可是呢 他除了這個一本書店以外 他那個空間大概可以坐十個人 最多十個人 可是他中午的時候 他賣在地農學的食物 他們自己做食物 跟在地農學結合 然後他們會找一個 可能在這一輩子 可能賣不出多少本書籍的 一個莫名其妙的詩人 然後在那邊跟你分享他的詩作經驗 他是用這樣子完全非常的 隨性的 自己想要做什麼的 這樣的存在著 那這樣的存在著 你會發現他好像一個 一個美好的鑽石 在一個老城區裡面 這樣堆補著 這個是一本書店 也是我們現在注意到的一個 就是說 開一家書店 他可能 不需要多少資金 他找一個很便宜的地方 他就可以想要做他自己的事情 然後 來了 當然還有好幾家 我就不講 現在最重要的是 最中心的地方 台中市 現在有一個中央書局 一層樓 二層樓 三層樓 他也要弄獨立書店 他收到獨立書店的 這樣的一個氛圍裡面 他知道 他想做台灣獨立書店的裡頭養 但不是做存品喔 那這一家書店 現在是吸引金會 把它租下來 租下來的原因是因為以前 半二三十年前 他叫做中央書局 這台中一個最重要指標 就像台南的林百貨一樣 這是文化指標 他準備整頓的時候才發現 台中人因為失去光榮感 都非常的期待他 把這個地方改起來 這個時候他才緊張 他才知道說 喔 接下來要做什麼 除了賣書 書當然賣不出去 可是我還要賣什麼 我要賣地方的特產 當然不是賣開洋餅 因為那個沒意思 旁邊都在賣 一定賣一些山上的或海邊的 第三 是不是能做一些文化講座 就像今天這樣子 他希望走這個路線 我覺得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 當我看到一個城市 他可能沒有經濟開發 他沒有很多的經濟城市 這樣七起松落去不斷的建起來 他可能沒有捷運 我覺得那個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 你有這種人文的文化 文化的東西 散布在這裡的城市裡面 這是他最珍貴的資產 我覺得台北這方面 你注意看看 台北這種東西正在消息 他讓這種文化的 人文的東西 這種小店面 沒辦法存活 所以你說台北 是什麼樣的城市 我說台北很可憐 可是台中 或者說我不知道高雄 如果生活在這裡 我會把這些 像山魚書店這樣的書店 我會把它找出來 我覺得有這樣的書店 存在於這樣的一個城市裡面 它是非常迷人 美妙的 我最近聽到感動的 不是台中 是有一個排環主人 從馬家過來 跟我見面 他說他在馬家部落裡面 三立門那個部落附近 開了一家店 一家書店 我說那邊書店誰買 你們原住民都不買那個書 對啊 可是他拍什麼 他還在開書店 那一家書店就叫翻譯書店 不是那個翻譯啦 不是那個英文那些書店 翻是翻人的翻 義是文藝的義 他願意弄一家翻譯書店 在三合那個地方 哇 我說原住民敢弄這個 那個書店 那他說這次的書店 原住民都不買 那你開在那裡做什麼 他說我把所有原住民的書 用一個民間的方式 把它做出來 結果發現了這個書店一出來以後 不得了全世界很多人 不是為這個書店來台灣找他們 很多想關心台灣藝文的 來關心台灣原住民文化的 為什麼跑來這家書店 不是草區圓林會 所以這樣的書店 它的意義就非常非常大 這樣的書店同樣的 我們在宜蘭 又看到另外一個感人的 宜蘭有一間叫做小間蔬菜 它是土溝村 村子裡面有一家書店 比有一間7月份更迷人 老實講 當然7月份也需要 我不能說不要 可是有一家書店在那裡 書店是你帶著一本書去 就可以交換蔬菜 交換當地的蔬果 或交換一個雞蛋 哇 那就不得了 不過那個小間蔬菜 因為它希望的是 村子裡面 你帶來的書要適合村子 你如果帶一本什麼 科奇化的什麼 新英文法 可能就沒辦法買了 你要帶一本什麼 比一本兒童要讀的 那你可能會換兩個 雞蛋三顆黃瓜 你如果帶一本什麼 大學什麼 應用數學什麼那個 大概只能換一根蔥吧 這樣的小間蔬菜 在一個村子裡面 那個感覺就像一間廟 一間學校 是這樣重要的東西 所以獨立書店 我覺得獨立書店是未來年輕人 在一個村子 在一個鎮 他要去闖業的時候 他可以先開一個這樣的店面 注意喔 這個店面不是要你去賣書 而是透過書這樣的文化平台 你開始對世界發出聲音 你開始跟這個村子做對話 我最近聽到一個最感人的是 我在東海書店走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坐在那裡 跟我打招呼 因為希望我幫忙 他說什麼 他說我現在要去眷村 大廚山有一個眷村 快要沒落了 那個眷村的人都希望彩繪村 他說不要 他跟我講 你覺得彩繪是怎樣 我說不要 對啊全台灣都在彩繪 什麼地方都化成無底鐵金 或化成什麼 不要 那他說 那你覺得要做什麼 他說我想進到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都是 就是外企勞工 第二代或者是 第二代都是從外國來的 可能是南太平洋 可能是大陸來的 他們這些孩子受教育 有問題 所以他想開一間書店在那裡 針對他們而開一間書店 多了不起 他想到開獨立書店 從來沒有想到是賺錢 想到的是為這個社區的文化先 簡力足 然後去摸索一種可能性 這是獨立書店最美好的地方 陳敏不會這樣子的 陳敏到那裡先算好錢 什麼都先算好了 然後才在開書店 可是獨立書店不用 他很自由 他有各種可能性 譬如說 以前有一個選台北縣長 失敗的羅文家 台北縣長 選失敗的 他這種突丁失動 知道開一間書店 他開了書店 在台北就很好玩 他的書店賣 旁邊還賣些農產品 給他的新屋老家的人 跟他交流 然後這個書店裡面 居然他有按摩店 當然不是琴瑟的 就有按摩 為什麼幫助一些弱勢的 那些朋友 他也可以在這邊做按摩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就是獨立書店 也是一間複合式的書店 這是我今天帶來的 台灣鄉鎮的第一個鄉鎮 告訴你 這樣的時代 獨立書店的時代到來了 這樣子會讓台灣更美好 很多很多年輕人 港澳年輕人 大陸年輕人 來到台灣 他的感動已經不是日月坦了 他將來不會是日月坦阿里山 而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 可以在一個鄉間 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理想 去弄一家美好的店面 講到港澳青年 我第二個議題 當部落塞滿遊客所 大家都知道 台灣現在一定要變成一千萬人 已經一千萬人已經破紀錄了 當一千萬個遊客 已經來到台灣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可怕嗎 澳門是有三千萬人 香港差不多 所以你走在香港 那是非常可怕的 你到處都是路客 以路客為主 香港人非常痛苦 那種痛苦 你沒辦法用 台灣的眼光去看它 當香港人的痛苦 不是說 只是奶粉被奶光 當你坐上電車的時候 整車都是路客 然後每個人都是用一種 要收購請購東西的時候 香港人 那種痛苦 不 也不只是交通 你可能 你如果去香港就知道 你如果拿一千塊港幣拿出來 以前香港拿出一千塊港幣 那就早 早期就早期了 一千塊大概自己都在台幣 現在拿出來 他以後要檢查才來 然後看一下 再檢查檢查 錢都要檢查為什麼 怕會操 當你的生活裡面最需要用的錢 都被懷疑的時候 你當然一百塊 大家不所謂 可是拿一千塊比較貴的時候 他就要檢查 然後看看這裡是假的或真的 就是你會生活裡面 不斷的受到這種干擾 可是干擾裡面 你也知道路客太多了 路客帶來的 不是說路客不好 只是因為人多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會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東西 因為生活裡面 不斷受到這樣的爭執 爭鬧的時候 他當然會很痛苦 那通常痛苦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些情緒性的發炎 偏激性的發炎 就會在香港人身上出現 台灣當然沒有 台灣 因為台灣目前的路客的 來的人 最多最多 一千萬裡面 大概上半至二分之一而已 可是我們接下來 會不會遇到香港話的問題 或遇到香港那樣對路客的那種心情 我當然非常擔心這一塊 為什麼擔心 因為我看到我們的政 現在針對路客一千萬人來 他是充滿了 不是路客老 所有遊客來的是 他是充滿了喜悅的 那個喜悅讓我擔心 因為那個喜悅裡面 我可以理解那種喜悅跟那種需要 因為當一千萬的遊客來的時候 不管你是日、海、陸客來 你的GDP成長是起來的 台灣的觀光、旅遊、服務業 它帶來的成長跟科技已經差不多了 很多年輕人是從事服務業的 這些業是有可為的 可是現在就問題來了 很多人去旅遊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東華大學最近鬧一個笑話就是 學生在哪裡找不到住宿的地方 為什麼都變成民宿 因為要路客要去 東華大學那邊那也就算了 那還不是觀光旅遊景點 墾丁 你現在八月、七月、八月以後去 幾乎都是客滿 路客 十月以後長假 整個墾丁根本就是被中國佔領 這一點點嘛 因為他們長假他也希望有一個 可以躲的地方 還要可以安心住的地方 然後可以避開人潮的地方 當然是肯定啊 然後我們去台東你會發現 那邊的房地產都漲了 每一個都在搖船路客買掉 路客買掉 到底有沒有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所有的房租、民宿躲起來了 一間一萬塊、兩萬塊的 半價都是一萬塊、兩萬塊的 我們住不起沒關係 我說有一次最好玩 我到齊山 齊山啊 就在這裡有齊山而已 齊山我們有二十個人 因為要拍一個節目 今天要去進駐 結果臨時打一個電話給我們 對不起 我們的房子 我們退出給你 我們現在沒辦法 沒辦法住給你 我說為什麼我都錢都繳 兩個禮拜錢都繳了 對不起 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齊山啊 就在齊山的堂場裡面 有一家民宿 我忘記那家叫什麼 齊山就那一間 比較好的民宿 旅館 就不需要讓你住 不需要讓你住 我那裡無可奈何 只好跑到山裡面 有一個歐什麼那的 進到我們去 可是那個地方真的不行 那邊大家滿山都在唱卡拉OK 住了那裡快要抓房 還好十點以後就沒有了 可是第二天我還是倉王的跑回來 還是住那裡 可是那天為什麼不給我們住 因為五百名路客要進來 所以他寧可把你犧牲掉 賠錢給你都好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我可以算啊 可是這種情形 會在我身上發生 會不會在各位 在台灣的旅行會不會發生呢 一定會發生 好 那發生了 我們現在開始在想一個問題 一千萬人來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品質 不是不歡迎人家啦 歡迎來了 但是歡迎這個一千萬人的品質 是比較好的品質 可以盡量的不要用團客 而是用背包客 而且進來的時候 他對地方的文化 願意了解 願意尊重 這樣子冷靜啊 才不會變成六合夜市進去 看到新聞自己的暈倒 你也看到嗎 十的人吃一塊牛仔針 哪有這種狡猾 這種吃法 可是如果我們去大陸 我相信大家也願意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一個 不曉得多少錢 怕去打油 第二 也不知道好吃賣吃什麼 所以大家都會有這種害怕 可是這樣的情形 這樣的情形 是應該改變的 那怎麼改變呢 這個就是接下來我們的議題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用這個來做一個議題 當部落塞滿遊客人 這是哪裡 司馬庫斯 司馬庫斯 司馬庫斯是一個 台灣最難抵達的部落 以新竹的堅持山上 山頂上 要到那個地方 譬如你從台北 高雄那更不用說 我光是指台北 從台北開車到這個地方 到部落大概四個小時 你從台北宋安機場做到 或高雄小管機場做到北京都比較快 這麼難抵達的地方 這個部落 這二十年前 不是二十年前 二十五年前 我抵達的時候 跟部落人拍照 這部落人拍照的時候 那時候這部落沒有車子可以到外面來 沒有剛剛那個橋 剛剛那個司馬庫斯橋 可以通部落外面 我們走出來 光是走山路再上去 走了大概五個小時 我們抵達那天是禮拜一 我們抵達的時候 一群小孩子從我們下面走出去 這個部落大概有七五人家 大概有十個小孩子 禮拜一早上下山去 走五個小時去哪裡 去對面的那個學校 去另外一個時光那邊去上課 去上課的時候 對不起學校忘記了 去那邊上課 禮拜五再回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學校沒有小學 他們學生要去那邊上課 那禮拜五才回來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為了父母的 你的孩子 國小一年級二年級 就開始要走路 要走四個小時去上課 禮拜五才回來 你怎麼辦 所以 部落人就是越搬越少 剩下七戶而交 所以他們非常需要有一條路 通馬鎮 這條路 遊覽車最好能夠到來 風波遊路最好 後來他們路就出來了 我去離開以後 大概兩年以後 司馬庫斯 動車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去之前 你們看到這裡有一棟木造物資 這是我去的時候 我後來 前年去的時候 已經蓋一個教堂 可以有一百個人 為什麼要弄到一百個人 以前只有六七人可以住 現在一百個人可以去做一代 因為路通了 大家願意回來 所以部落又變成了三四十五的人家 現在變成很多很多的國外遊客 台灣遊客很想去的一個 最遙遠的部落 最黑暗的部落 可是這個部落 跟其他部落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感觸最深的是他們 的一些 年輕人跟長老 這個長老是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頭目 這頭目啊 他有一隻做夢 我不曉得你們有這個能力 他做夢 他夢到說 他們只要往哪邊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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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四個小時就會看到一棵神木 就看到神木去 結果他們就這樣子 有一天醒來 就往那邊走 就看到樹 神木去 然後這個地方 開始就靠著神木 司馬布什就靠著神木 開始 變成觀光的聚落 可是司馬布什 需不需要觀光呢 他們需要 他們擺明的 我就是要觀光旅遊 因為只有觀光旅遊 我這邊才有產業 才能夠運輸出去 我才能夠賺錢 我這個地方才能夠有去 他們有一條路 通往巨木森林快樂 他們把這個地方變成觀光旅遊 可是因為 通往觀光客來了 他們覺得 這個部落 泰雅圖部落 是個原始部落 不是地方 譬如說 城市 漢人的那種城市方式 所以他們後來有一個協議 就是 用共產社會那種方式 就是 社會主義的方式 就是 我們的部落裡面 大家一起 錢進來 大家一起分攤 一起賺 一起花 所以這個部落裡面 他們的月薪是 這個月薪也聽起來 很有意思 女生的月薪比男生的月薪高 女生可能一萬四的話 男生只有一萬塊 你聽人家會弄得像 一萬四千塊 比二十萬塊少 可是要注意 他們的教育 結婚 生病 什麼 全部都領會 所以每個月他一萬塊一萬四 你說花什麼 請問司馬庫師 連一天把媽講都沒 你要花到哪裡 所以這個錢是誰啊 就是 你自己賺的 後來大家覺得 男生太可憐了 還是挑身到一萬四海 好 這是後話 重點是 這是一個 跟台灣的資本社會不一樣 他們是個共產社會那樣的 一種社會主義 在這裡出現的 走社會主義的路線 還有一個 他們的年輕人 那時候 我到那個地方 二十年前 小孩子 跑去上課再回來的人 他們接受了漢式教育 回來 他們學到一個東西 學到什麼東西 他們學到了生態旅遊 他們知道 部落要發展觀光 沒問題 可是一定要發展生態旅遊 這個生態旅遊是怎樣呢 我覺得他們正在發展出一個 很值得其他地方參考的 這是他們的神母 這就不多說了 是媽媽的樹 這是每天早上 部落 會有一個 因為他們是受 基督教長老教會的 是做教育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除了做禮拜以外 還有一個是什麼 討論大家今天要做什麼 會有一個討論 每天早上一開會 然後再去工作 這是我們要去看神母的時候 部落裡面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跟他的母親吧 就在講一些部落的事情 以及走那條路的一個意義 這年輕人他跟我講一個笑話 他一直不希望我拍照 要拍照的時候 他一定要把眼鏡拿下來 為什麼要拿下來 因為整個司馬故事 只有他戴眼鏡 他覺得很丟人 所以他不希望 戴眼鏡的時候被人家拍照 但是我不會想 還是拍的 好 對原住民來講 戴眼鏡真的是很怪 好 我現在開始講的是 這是通往神母的 部落的一條 要走什麼三個小時的 森林的路線 這條森林路線 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不好走 要過溪 要過一些斷崖 然後過這些竹林 有時候下雨的時候 非常潮濕 然後他們呢 這條路三個小時太長了 如果下雨潮濕 然後過很多的斷崖 然後政府給他們一個暗示 你們讓我 因為神父是觀光景點 如果讓我近 大家都想來 每年現在到司馬故事的可能五萬人 哇不得了那麼多人 那 是不是為了這些遊客的方便 我們出錢 我們出錢給你鋪水泥的路 鋪欄 免費喔 然後讓大家可以很快速的 本來走三個小時 現在可能一個半小時 或兩個小時就到了 而且不只是很快就到了 而且是很安全的抵達 因為你有欄杆 或是在島瓦島 司馬故事的年輕人聽完了 選擇的是拒絕 為什麼選擇拒絕 因為他們覺得如果這個路 他們那個路危險不好走 可是鋪成水泥路 他覺得他沒辦法帶很多的遊客 去感受最早最初衷的那一次 什麼叫最早最初衷的那一次 就是那一次他們祖先託夢給頭目 然後頭目告訴大家 我們往東走 所以他連著這條山路慢慢的走慢慢走 去看到了神秘 那希望所有遊客來 只走這麼辛苦的路 然後看到神秘的時候感動 這樣的感動 是一個部落 他覺得應該是一輩子 永續要給人家走 所以這條路應該這樣存在著 而不是有任何水泥出來 所以他的路 這橋沒辦法鋪水泥橋 他們繼續用這個竹子搭橋 爛泥巴沒關係 用碎石子鋪出來 好走就好了 繼續保持原始山路 而且他們把這個路這樣出來 當我走過這樣的泥土路的時候 他告訴我的是 什麼樣的路就有什麼樣的物產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可能搞不清楚 什麼樣的路就有什麼物產 那意思是說我如果是柏油路很好的路 是不是就可以賣 種西瓜 種水泥橋 不是那個意思 什麼樣的物 有什麼樣的物產 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這也是我最近才體驗的 就是他們很喜歡在登山口的地方 擺一些賣的東西 賣一些東西 當我今天走這個山面出去再回來 或者要登山的時候 我看到物產在這裡 這個物產一定是走這附近的 這個物產擺在這裡賣 因為這條路是這麼的走起來這麼的辛苦 是這樣子一個保持這麼完整的路 我相信這些物產 是比較用友善環境的方式種出來的 他的水蜜桃是不會噴藥的 他的思維是比較安全的思維方式 他是比較保護環境的 我是用這個角度 或者說他們賣的人 也是用這樣的角度才賣東西耶 什麼樣的路 就有什麼樣的物產 當我們開著彼此大道的 我有路 一直開開開開到一個地方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覺得很快抵達很速的抵達 然後看到一大堆的物品在那裡 你覺得那樣的物產 是你值得信任安心的物產嗎 你覺得應該去買這樣的物產嗎 這樣的人 他蓋這樣的路 他的心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思考的是什麼東西 你想到他是在想到快速抵達 讓大家快速抵達 他東西可以快速出去 這樣的心思這樣的算計 這樣的土地 他會種出好東西嗎 這邊的自然農法在學什麼 他在種菜種小米的時候怎麼種 沒事種到一半的米長出來了 帶著吉他 說到天裡 開始唱歌 為什麼要唱歌 他們唱得好高興 你以為在唱著彼此在高興 不是 他在唱給小米聽 那為什麼要唱給小米聽 他們覺得小米也聽懂的歌曲 小米會聽得懂歌曲 這些小米是聽歌長大會快樂一點 我們會吃到快樂的食物 我們會吃到快樂的蔬菜 你要聽過嗎 當然 也許我們可以做飯 做完的時候 唱個歌給飯聽 然後也許我們會吃到快樂 我不想給我 再煮完再不行 生的是這樣子 他們是用這個自然農 他們有一種經驗 他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以前只是感謝神 感謝什麼地 現在不是 現在孩子種的時候就開始唱歌 給小米聽給紅米聽 哇這個真的是 就是我們走到這個階段性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跟土地的關係 一步一步會有一種學習 他們已經學習到這裡 芝麻富士以前也不會這樣學習 在那種全球的年代裡面 他們希望有快點有路出來 一條公路出來以後 他們可以把東西運出來 可是現在遊客來了 他們開始回顧過去 而開始想到要反省 當然這是部落到神木的路 可是還有一個喔 部落本身 你想想看 這個部落大概只有四百人 還是三百人留的住民 一年有五萬人來 這五萬人來的樂事怎麼辦 還有 這是他們的學校 五萬人我先稍微提到 不提 他們的學校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 他們以前沒有路 小朋友要出去外面讀書 他們現在有路了 還有一個 他們就算有路了 小朋友送到去 四個小時 你坐車坐一兩個小時 也太辛苦了 所以他們 斯瑪布斯在他們自己的部落 蓋了一間像成品書店一樣的小學 這間蓋得很漂亮 其實有兩間 當時新竹縣政府還拒絕他們蓋 為什麼 不合法拒絕 然後新竹縣政府給他們 給他們 畫巴拉肯 他說 我給你地 給你蓋房子 可是要為我管你 斯瑪布斯人拒絕 為什麼拒絕 因為他希望教我自己的母語 教我們自己要教的東西 要教他們小米怎麼認識小米 所以他們覺得不接受體制內的教育 我體制內教育 因為我要我自己率選 所以他們蓋這個小學很有自己的自主性 這只有六七個學生 可是沒關係 江導會慢慢的 他們有 我這樣講好了 斯瑪布斯 長大的孩子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我們的孩子都會母語 可是對面的不落 小孩子長大都不懂得沒有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們以前沒有路 沒有路跟外面文化斷絕 所以我們比較幸運 有路反而比怎樣 他們完蛋掉了 好 這是小米 斯瑪布斯告訴我 他們以前有十四種小米 他們現在找回來七種 這七種裡面有兩種是吃的 另外五種是釀酒的 十四種 他以前千禧流浪的時候 米是塞在耳朵 或是弄在腰境走著走 就這樣帶著走 然後到別的地方再種 斯瑪布斯有十四種 台灣族 我去那個立丘部落 台東大武那邊附近 太馬里的立丘部落 他們有二十幾種 小米是一個非常豐富多樣的文化 芋頭也是 我本來去打來 就這樣那些山地門上去那樣打來 我以為那個芋頭只有一種 我以為只有達穆族的芋頭 是最多的 結果有一個博士生 寫一封信跟我講 打來的芋頭也有十幾種 我們以為小芋頭就小芋頭了 它居然有十幾種 那表示什麼 山上有很多食物的多樣化性的文化 這種多樣性的文化 你如果不保存自己原住民的語言 保存自己的文化 你一直把路通 把東西擠著往下送 然後這樣的對話 這樣子的一種算數 數據算什麼的時候 這個部落的東西就會消失 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 不只是沒有辦法保存 你也沒辦法去追溯過去的東西 好了來了 五萬人 為了那五萬人 除以365 每天大概有五百零遊客 當你的部落 只有四百人 每天有五百人遊客 到來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老了四個人 每天有五個人進來 你煮飯的時候要怎麼煮 你也是要自己吃 也要煮給五個人吃 雖然他給你錢 你還是要煮 可是如果每天都這樣子 每天有五個人來 你四個人在那邊煮 你會不會抓狂 當然會 抓狂也就算了 他們吃完 吃了 沙拉撒走了 他會流到一堆垃圾 這個垃圾 你留在那裡 你要怎麼辦 所以司馬故事 其實 他們蓋了這樣大的房子 雖然看起來好像原住民風貌很大 這是一個大餐廳 跟這樣的餐廳一樣大 可是每天就是變成一個兩三百人的食堂 大家吃完了 那個是往哪裡到 當然要找一個地方處理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本來四個人吃 三點本來餐得久了 你本來可以吃四個人的東西 吃一年的 現在五萬個人來 那這五萬個人的食物從哪裡來 這五萬個人的食物從哪裡來 老實講 都是從山下遇上來的 你以為在那邊吃到的什麼在地的風味餐 十有八九 都是從那個新竹關係 那些平地 遇眾上來的 你還以為吃到什麼風味餐 沒有啦 有這種可憐 所以他們也非常困擾 困擾在哪裡 他們在問大家說 那我們能不能把我們這個在地的東西 真的奉進我們的食物裡面 讓大家吃到 每一個都是希望你用這樣的東西啊 可是他們算一算 他們老實跟你講 我們就是沒有那麼多的香菇 我們就是沒有那麼多的貴族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的野菜 我們自己吃都有問題了 何況還要提供給你 這是他們的挑戰 挑戰在這裡 然後還有路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是食物的問題 垃圾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路的問題 然後我就提了一個暗議給他們 就是第一 路啊 繼續保持很難走 不要讓大型遊覽車進來 為什麼 大型遊覽車進來 會讓這個地方 變五萬人再更增加 那更慘 第二 食物方面 希望能夠盡量簡單補習 我有提出這樣兩點意見 都被去參訪的很多的食物專家 旅遊專家都給補定了 補定的原因是 我就是上來要吃五星級 待遇的 我要喝好喝的咖啡 因為這樣才能夠享受 海拔一千公尺那種風景 海拔一千公尺的風景 就是要吃五星級的套餐 喝好喝的咖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司馬褲子 是會遇到危機的 兩年前當然有一個大車禍 讓他們重新反省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走生態旅遊 開始限制人 但是能不能走到說 路繼續保持很難走呢 難走的時候就有車禍 可是他們希望繼續保持 然後通往什麼的路 繼續不要好走 就是還是保持過去的泥土路 還有食物 能不能盡量用簡單的方法 除了在地盡量簡單 不要把什麼 連在那裡都可以吃到海鮮 那這個世界就已經沒完沒了 好 這是司法故事的困境 可是你可不要放大 台灣不是也是這樣的困境嗎 台灣是不是也這樣子 你看這間的 送去那的 什麼軍援漁航 冷凍食品 漁獲批發 那這哪有可能司法故事在賣去 都在山腳 買上去的嗎 沒辦法 因為武漢可能要吃 當然這個東西就要上來 那他們 好 接下來 我要講的是第三個議題 這個議題 就從食物 也是G1食物 兩天半的麵店 這個是 我最近的一本書 今天他剛剛出爐 不好意思 我連自己都還沒看到 這本書 我想講這個故事 我講什麼故事 這故事先給各位看這個地方 這個店面 乾聖堂 這家跟我有關係 因為是我的一篇文章 讓他爆紅 跟金正宏那一棵樹差不多 但是這家店真的是很傳奇 因為慈善 我們現在講的是慈善 慈善是一個非常非常 慈善 慈善是一個 如果說台南是一個自信的城市的話 慈善是一個很驕傲又自信的鄉村 沒有一個城市像慈善人這樣子 慈善人他不會說我是台東人 因為台東人會聽起來怪怪的 他都會講我是台東慈善人 慈善跟觀山都不一樣 喔 跟什麼都不一樣 路也不一樣 他就停到慈善 為什麼 慈善的米 飯包都貴嘛 米都全台灣北名的 福底下 十三千 台灣開始十道經典豪名 第一屆第一名慈善 第二屆慈善 第三屆 才是台南的昆兵伯 福敏樂拿去 為了這件事情我還去問他們 我說為什麼是昆兵伯 他們的講法也很厲害 因為第三屆我們就沒有再參加了 這是台南的慈善 慈善也不是金正宏為什麼選那 因為一望無雲 一顆電線桿的稻田風景 是十五年前 當他們在慈善的重影的時候 就選擇這樣的風景 這樣的自然地景 是一輩子要給後面的人 金正宏是因為看到這樣子 看到一望無雲 一根電線桿都沒有 只有一棵樹一棵樹 他們就選擇一棵樹 騎腳踏車過去 拍個美麗的廣告 其實金正宏那棵樹旁邊也有很多樹 可是廣告修很大 你也只有那棵而已 你到那現場 如果不是人家指點 你真的搞不清楚是哪一棵 可是你怎麼知道那一棵 因為大家都在那一棵旁邊 所以你一定會找得到 所以你只要跟著人群 就找得到金正宏那一棵了 不然平常去真的找不到 也沒瞎而已 好 這是池上 米很貴 比全台灣都貴 可是米貴 有一個問題 當風調雨順 像去年 無風拍來 這些米 會自銷 米一自銷就會降價 可是池上人是不願降價的 池上人不願降價 那池上人怎麼選擇米 怎麼樣把米處理呢 他們研發副產品 米味噌 米冰淇淋 米蛋糕 米醋 米可以做各種延伸的產品 讓它不只是米 當然爆發了米糖 但也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地方 它把它研發出米的麵條 米麵條 乾聖堂 有一次我到池上 他們決定要讓我 去吃一家 比較特殊的新的店 就是這一家 可是我第一次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說我是嚇一跳 讓他們爆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營業中顯得乾聖堂 我以為是中藥店 你看這個 你覺得是中藥店嗎 後來人家知道 喔不是 乾聖堂的乾是因為 其中一位老闆 沒有乾了 高雄人失去乾 割掉一個乾 甚是因為 其中一個老闆 他的聖 所以說乾聖這兩個字 兩個老闆 一個沒有乾一個沒有聖 但是 出湯的店面的房東 有糖尿病 所以叫做乾聖堂 很有學問 很有 好 兩個老闆 那這兩個老闆長什麼樣子呢 就這樣 好 這兩個老闆都是中藥人 他們兩個 說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生病啊 都是中藥的時候生了大病 因為一個患端一個患腎 都是高雄人 為了養病 跑到了池上去 跑到池上去以後 在那邊調養生息 身體好 對池上有一個感情 想要回饋那個地方 那回饋的方式 他們就想要 喔 池上的米 非常好 高雄139 這個米 做壽司很棒 他們覺得這個米 應該把它研發出米麵條 所以他開始研製 池上人那種自信心 哇 出名 因為池上人都是中高雄139 那有一次我就去那裡 講一個農業問題 然後就鬧了這樣一個笑話 因為池上人喔 你去買池上的飯包 尤其是坐火車的時候 買到池上飯包 70塊80塊 到現在 你買了之後 有一次我帶香港 遊客人要到台東 我說在池上買飯包 就給他們吃 我說你吃的時候要小心喔 前面那個 飯包上面那張紙 一定要保留下來 吃飯還要保留 外面的紙要保留下來 他們說為什麼要保留 你看那個紙 上面寫著高雄139 米會寫品種耶 你看台鐵的便當 你看奮喜無的便當 你看那什麼福隆便當 哪一個在寫他們的米 品種是什麼 不會寫 可是池上會寫139 他們看得很高 很感動 每一個都把紙都留下來 而且還一路上去把人家拿紙 香港去拿那個紙 為什麼還保留這個紙太好了 品種牌呢 你到池上 你到池上每一個都 一三餅一三餅 什麼叫一三餅 你的品種 高雄139 我原來是 就去演講的時候 就像金城文一樣 騎腳踏車 騎在那個水稻田那樣子 那樣的姿勢進去 騎到一半 講堂在水稻田的附近 找不到 就在柏朗大道 弄在那裡 然後 我忍不住 打電話去問 你們說那個地底 那個什麼講堂 到底在哪裡 一個叫什麼 渡什麼講堂 渡月講堂 我忘記了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這樣講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柏朗大道啊 好你繼續往前走 你現在往前走 走走走走 你只要看到 台肯16號 右轉就對了 注意喔 我不是說 共三百五五五五六 什麼幾段二號左轉 他說 你只走看到台肯16號 右轉就對了 什麼叫台肯16號 喔 那是米的品牌啊 可是 一路都是一萬五一 都青色的 我哪在台肯16號 我你不要開玩笑 他說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你就繼續走就對了 因為 他那邊的農夫很遺憾 你 看那個車子 我這樣看你也知道 是不是台肯16號 因為其他都是一三九嘛 所以他看得出來 可是我看不出來啊 因為我不是農夫啊 可是我從那裡 我也看到了 為什麼 他怕你看不出來 所以他自己那邊弄個木牌 寫的是台肯16號 喔這樣也知道 我就安靜過信了 可是這裡面就展現了什麼 直上人對比的那種認識 遠遠超過我們其他的 所以 慈善人到別的地方吃米飯 一定非常痛苦 欸 可以吃自己的 那種自信就像台南人一樣 好 這樣的慈善 他們兩個人 非常感謝慈善 給他們這種好山好水好米 他們把高雄一三九發展出米麵條來 他們做出來了 而且把它冷凍賣到各地去 米麵條跟我們一般的麵條不太一樣 小麥有一種過膚質啊 會讓那個膚啊 那個粉啊 會讓人家過濾 米不會 所以日本人現在很厲害 一直在研究米麵條 台灣有另外兩家公司 好厲害 也都在做米麵條 因為大家都在搶這個商機 知道有一天會搶到 日本人會搶是原因是因為糧食危機 第二個是因為麥當勞跟肯德基太厲害了 他們決定要讓這兩家 讓小朋友 不要被麥當勞肯德基搶走 所以開始要研究米麵條 甚至米麵條 米麵包 日本人在研究 台灣也不弱人厚啊 哪兩家現在做得最認真 一家叫做義美 義美在那種公司 賣的餐廳裡面賣的都是跟米有關的東西 尤其是米麵條也在研究 還有一家 我老是搞不懂 他為什麼去弄米麵條 也在研究 這一家叫做成品 成品跟米麵條有什麼關係 我搞我 我是走到店面裡面去看 喔 這裡也有米麵條 不太懂耶 這個有一些好好問一下 他們大概也看到這個商機 其實也有好幾家啦 我知道啦 不一定他只有這樣子 大家都在做 那表示什麼 這個食命 我覺得是好事情 把米如果能夠做出米麵條的口感 麵條的口感 然後大家會喜歡吃的時候 會讓台灣更多年輕人願意去種米 種道理 讓台灣的土地 不要太多的休耕地 讓台灣的糧食 不會遇到糧食危機的時候 我們來不及更重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好事情 但現在工這兩天辦個麵店 它代表意思 他們米麵條成功了 大家都拜託他 你們買米麵條 你們只是把 有人這樣講 你們只是把 你做做麵條 然後賣出去 賺錢還是你們兩個吧 他們兩個 跟不下這個口氣 絕對 要怎麼樣 要回報 那回報的方式 他們這樣 好吧 我們做米麵條 這樣 不然這樣 我們來做市場 就跟他那個房子 說那個房子做什麼 就開麵店 我也開麵店給你看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這樣的手藝 所以他開一家麵店 賣榨薑麵 賣牛肉麵 他們兩個就在池上開 可是他們開的這家 很奇怪 你開麵店 你最多是禮拜一休息 禮拜二休息 然後開個禮拜二到禮拜天 他們開法很奇怪 他們是從禮拜四 禮拜五 開始開 禮拜六 禮拜天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叫做兩天半個麵店 開麵店 開麵店 開這家的 為什麼開那麵 他們很簡單 禮拜天中午 賣完的時候 對不起 他們兩個就打烊 兩個就回高雄 回高雄做什麼 一個去看肝 一個去看肾 一個去看肾 然後到禮拜二再回家 再回到池上 開始做麵裡面 做出來 做到禮拜四 開始準備好了 禮拜五 開始賣麵 更神奇的是 一天只有五十碗 所以那一天 禮拜五中午我進去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去那邊 點一碗照相麵 我等了半個小時 第一碗才出來 我說 我還沒 還沒問他 他就說 對不起喔 因為米麵條 米麵條 是麵嗎 是米 不是麵粉 所以他煮起來會比較慢 所以一碗就煮半個小時 後來晚上我再去看的時候 我就笑到了 為什麼 因為有人已經要等了一個小時 為什麼 太多人去了 只有五十碗 那個煮起來就很不得了 所以你在那家麵店吃麵 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一進去就要有一個小時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 可是他一天 最多就是五十碗 他也不賣多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做五十碗 他只能煮五十碗 菜也是煮五十碗 可是他每一碗麵 都會告訴你 我這一碗 因為我每天醒來 都是多活這一天 都是活過來的 我自己煮 自己吃 我現在煮給你的 就是我要吃的安全的食物 他是這樣子的 強調他的麵 他的慢麵的 代表的意義在這裡 所以這五十碗 當你知道這樣的意義的時候 而且他價格不貴 可能是八十塊 牛肉片一百二十 炸下面八十塊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吃 你當然想吃 這樣安心的食物 然後給你看 我走進去 要等半個小時 沒事做 我做好去看這些條子 他寫的東西 他上面寫了什麼東西 他說我們家傳好手藝 用米麵條美食料理包 我們堅持當令新鮮食材 澳洲進口自然牛 然後台東曼羅問題主 實際上小龍在地合作 他這樣寫 我這個人很無聊 就是我會很認真 看人家寫的介紹 然後記住他的問題 然後問他 就是我會記住這個字 然後去追問他一些事情 我很喜歡這樣 所以我去那邊三次 吃了炸醬麵牛肉麵 到第三天的時候 我先給你看一下 炸醬麵我吃的 第一天吃的 這是我第二天吃的 好好 我吃完了第三天 他們要隔天要第三天 要回去之前 我跟他們兩個人聊天 聊什麼 我就開始把他的資料拿出來說 你們說 你們的澳洲的牛腱 這個我不怕說 什麼叫台東溫體豬 他就說 我們這隔壁是觀山 觀山講的是金鑽書 這是在地的 其實你從池上就知道 金鑽到觀山 一下就可以知道 觀山到了沒有 沒錯 馬上就聞到豬的味道 炸炸太多豬肉 好 風對的時候就聞到 他說這是在地的豬肉 不是西海岸的 他很介意這個 然後他說 我們啊 我們池上殘米 但是我們池上的業在內 都是自己吃 為什麼 因為池上 在台東跟花蓮交界 這邊的業在內 要送到西海岸太遠了 大家都種植的時候 沒有時間去種菜 太專精 所以業菜類 種的人很少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的業菜類 安全的呢 他說大部分安全 因為我們這裡每天早上 會有一種特殊性 有一些阿婆 她種菜的時候 她種好了 要去菜市場賣之前 她會拿著自己的菜 一路沿著巷弄走 但都有她熟悉的 騎那家人就會說 什麼人今天要買 有什麼菜要買嗎 然後走下來又停下來又叫 他們是這樣賣菜的 可是呢 他這樣賣菜 他們就會很熟悉這些人 你的菜源存在哪裡 他們兩個人很無聊 平常呢 因為在養病 可是沒事也會跟蹤她 跟蹤去哪裡 他會菜圓 就那個菜圓 裡面有沒有用什麼樣的水 用什麼樣的農藥 他們都去釣渣 他們要挖下去 大概就會做這種事 所以他們就 我們就去選那些 比較安心的食材 他們是這樣選出來的 這樣我就了解 可是他又跟我講一個東西 但是有一個東西 我這麼不在撿 我比較擔心 是因為他每次給你吃一碗麵的時候 我給你盤小菜當開胃菜 那是煙黃瓜 黃瓜 小黃瓜 因為這小黃瓜 我們這麼沒錢 那小黃瓜都是從 他們懷疑從西亞岸來的 所以他買回來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產地來源 兩個人在想說 那這怎麼辦 結果啊 兩個人 他們沒一個方法 因為不知道來源 小黃瓜回來的時候 先用水沖 煮久一點 先把農藥洗掉 洗掉以後 不安心 有時候天氣不好 天氣好的時候 用太陽 不安心有時候怎樣 用日光燈 太陽有時候也不敢照 因為照太陽 太陽燈 太陽燈 他用日光燈照 用日光燈照 用日光燈照 小黃瓜做什麼 因為小黃瓜會有硝酸鹽 小黃瓜會製造 蛋尾的硝酸鹽 那個跟農藥差不多 那是肥料 可是肥料 這個硝酸鹽出來 如果吃多了 你沒有把這個東西消 如果是天氣不好 硝酸鹽還殘留在裡面 你吃到跟吃農藥一樣 所以他們用日光燈照射 你有聽過用日光燈照射小黃瓜 然後再拿來 切來煙醬瓜嗎 他們會這樣做 所以這兩個年輕 這兩個中年人 轉業的 他的麵店 是這樣賣 堅持到現在 還是賣五十碗 我寫完文章以後 他們兩個非常痛苦 還是 那時候 實際上就排隊 一大堆的人 就是為了吃那五十碗麵 這是最近發生的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不過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麵條 開始就賣得非常好 賣得更多 因為大家很相信 這種麵條 或者說家裡有異味性皮膚炎 這樣子的人 當然對麵麵條 也會 會希望多吃這些 可是注意喔 麵麵條的出現 對台灣來講 會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革命 那個革命就是 如果 像這個麵麵條 他還是會彈一些些的面文 最終最終最後目的 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就像義美跟陳平 有一家店 現在已經 把完全百分之百的麵 做成好吃很有口感的麵條 所以麵條 可能會在這兩三年裡面 會做出很精彩的 你做出來 煮久一點 你可能就是 輕一點 你可能就是 日本的那個 什麼麵 可能是義大利麵 如果煮好一點 可能就是拉麵 可能已經 就已經 你麵條已經發展出一個 未來可能大家值得去期待的 我來講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很嚴重 我自己被網軍霸凌很慘 自己被網軍霸凌很慘 這個也應該啦 因為自己寫文章 下這種標題 本身就準備要被人家罵的 所以我被霸凌 我自己是心難接受 只是 會從這裡去思考一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 這是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我被批判的 因為我寫了文章 我本來題目不是這個題目 我題目更兇悍 我被花蓮跳倒咬了 還好你之後 還是把它改成玉旅 不然的話 整個花蓮都會告訴我說 你不用來花蓮 還好只有玉旅 我這對玉旅真的是不好意思 尤其對那家旅社 其實那個旅社 我也沒有寫名字 我只是說 花蓮車站前不遠 我在一家裡就住下來 結果 有人就對他誤作 那我真的是很無奈 但事實上 我也不是在講那個跳蚤 我只是從跳蚤 去談一個議題 因為那時候 我大概有三天兩夜 就在玉旅 而事實上我在玉旅 已經非常多次了 我對玉旅 因為玉旅最有名 就是他的玉旅面 還有他的羊根 我先介紹一下玉旅的特色 玉旅最近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普悠瑪號已經到玉旅了 也到台東 從台北到玉旅 它是三個小時 相當快 也台北到花蓮才三個小時 現在到玉旅三個小時 所以從玉旅下來 看到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玉旅開始有電梯 玉旅整個車站改變了 可是除了車站改變以外 玉旅有沒有變 玉旅基本上 還保持了一個純樸的特色 除了旅館沒有改 他戲院荒在這裡 可是玉旅最迷人 大部分人到玉旅 是把玉旅當作一個中心站 然後就跑去外面 去什麼 什麼六十淡山 去看那個金針花 或者到安同喜溫泉 到瓦剌比去步道去玩 大家不會把停留在玉旅當作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玉旅 應該有玉旅的一個特色 這個證 這個特色是 譬如他的菜市場 這個菜市場這樣擺著 我們在全台灣到處都看得到 可是這裡擺的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這些阿嬤他們或是阿公他們 通常會講兩種語言 一個是閩南語 第二個語言 叫做布農族語言 不是阿賣族喔 他們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布農族的 生活的圈 所以他們會賣這個 當然賣的東西也很有特色 另外一個是 因為布農族 或原住民比較多的時候 他的農具 農具啊 器具啊 就有特別多都是這樣的東西 真的農具啊 就有特別是這樣的 不會只是有除草而已 還有 就他們特色是玉璃麵 你很難想像 一個小小的 兩萬人人口的玉璃 居然有六十幾家的玉璃麵 玉璃麵麵店 玉璃麵是什麼麵呢 你一看特色就知道了 他的特色在哪裡 不過這個顏色照著看起來好像豬肝喔 這個顏色翻起來 是很好看的 這玉璃麵喔 煮起來了 有點像油麵 可是它不是 玉璃麵不是拿出來 浸到水裡面的 讓它涼 我們的吃了一般的油麵喔 我常常非常困惑在哪裡 不是在那個麵的本色的皮 而是那一攤冷水 浸泡了那個冷水 那水到底是什麼水 水裡面很乾 很懷疑 我是很擔心到水 可是玉璃麵 它拿上來 煮上來的時候 它不經過水的處理 它直接用電光扇 然後用油去過它 然後把它吹涼 所以它的玉璃麵 我曾經聽到一個製作人在做 它做出來 它帶回家 因為是涼這樣涼下來 你把它放到冰箱冷凍 兩年都不會壞 可是油麵絕對不可能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這跟水有關係 玉璃麵有玉璃麵的特色 它有六十幾家店 玉璃麵有玉璃麵的美學 可是這個美學很少人知道 也沒有人去發揚 我覺得玉璃 這個小鎮 應該用玉璃麵 作為它的一個美學 或者發揚出去 還有一個東西是羊羹 玉璃的羊羹以前很有名 但是這幾年來 為什麼沒落 因為你們吃羊羹太甜了 沒有人要吃 可是它事實上已經在慢慢發展出一種 不甜的 好吃的 然後配茶飲料來講 非常好吃的羊羹已經走出來 可是也沒有被包上出來 那我覺得這些都期待著 大家來更認識 玉璃做為花東中古的大陣 這個東西要好好的被鮮養出來 另外就是 玉璃有很多剛剛那個老房子 一大堆 玉璃應該發展出什麼 年輕的旅館 年輕被包客的旅館 也不一樣 我不知道排十一線排九線 很多很多的民宿 我剛講這些民宿 遊客越來越多 民宿一萬塊五七塊一大堆 年輕人怎麼到東海岸去旅行呢 當然去不了 可是要住處哪裡 要住那種簡陋的房子嗎 簡陋的旅社嗎 我覺得不能這樣子 你要讓世界看得到台灣 你要讓人家喜歡東海岸 要讓年輕人更認識台灣 我覺得要發展青年旅社 而玉璃這個鎮 這麼多的老房子 應該可以好好規劃出 更多更多的青年旅社來 這是我定那個題目 我被玉璃跳蚤咬了 其實想講的是這些事情 可是玉璃人好像有一些人 他不一定看到這些 他們只看到跳蚤 所以他們鎮長特別為了這樣 開了一個記者會把所有的記者找來 然後那個新聞就報導出來 他們爭論的重點是 玉璃到底有沒有跳蚤 後來好像結論是 玉璃絕對沒有跳蚤 那為什麼那個房間也沒有跳蚤 因為這個作家 他自己把跳蚤帶進去 這就是大概的事情 我也認了啦 沒關係 對不起 我把玉璃帶進去 可是我第一次嚇到了 因為玉璃花了很多錢去宣傳玉璃 都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寫的這邊 只有一件事的玉璃文章 所有人都知道玉璃了 可是也大家都知道玉璃有跳蚤 這個人不好意思 可是真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玉璃這個導證 怎麼樣讓他新生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 就年輕的旅館應該快點出來 讓他變成年輕人返鄉AE 去投資的 或是去找到新的可能的 然後有這些這麼好吃的食物 或者有這些那些 便糧跟這些可以發展的時候 這個地方真的應該掌握住這個機會 尤其在普悠瑪 只有三小時的時候 有些話我是不能講 就講了每次又說 我們又在罵什麼東西 你要知道三小時可以到的時候 玉璃冰的殘 有些財團賣掉了 大部分都賣光了 在這種情形下 當然 你如果不快點去改變一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將來玉璃被這些財團整頓以後 一間房間一萬塊五千塊 那樣的地方誰敢去住 當然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好 就是接下來 這是玉璃面 用電風有看到嗎 我沒有講 用電風吹的 他不是用水去浸泡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玉璃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很有藝術的 跟一種他的義語學 為什麼這樣講 這個年輕人 不是年輕人 他已經五十歲了 他那個手做那個玉璃面 做到什麼地步 我去握他的手 跟十七歲的少女的手一樣 為什麼 每天都在弄弄面 一直在拉面 一直在弄弄弄弄 然後後來就跟他講 嗯 這樣子的話 這個玉璃面 好像可以做為那個養生美容 貼在臉上 或者跟台北 好 就這個議題 來講這個 花蓮 北海道比花蓮還近 這也是最近的一個議題 我坐高鐵 就像今天 坐高鐵做直打的 有一次我從台中要到左宇 那天是早上七點 我坐上去 台中到高雄不到一間間 直打的 我坐上去 我就想說 上去我就要睡覺 你知道高雄比較好做事情 就早上七點我就坐上去 我坐的位置 是這一節車廂的中間 不是這一節 只是假設 就這樣我就坐中間 我就要去看一下 閉上眼睛睡覺 也是滿的人 突然間睡不著 為什麼 前面大概三四排 有夠差 都那個阿公阿嬤在那裡花啦叫 我就說大家第一次坐高鐵 我就算帥了 可是 因為太大聲了 我會看後面 哇 感覺有一些是日本人 或是外國人 大概就非常不耐煩 可是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叫人家不要講話 大部分講英文嘛 這阿公要聽不懂 但是不耐煩 我覺得我應該有一個義務 所以我就站起來 準備走過去 叫這阿公阿嬤拜託人公圍 小聲的人在外面 都在睡 我驚到頭前 可是我眼睛就瞄到那個行李箱那個地方 那邊大概有空位置嘛 擺很多東西 那邊擺了什麼東西 一台輪椅 一台三台四台五台 五台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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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旁邊有一大堆的行李在那裡 我在看這阿公 哇這阿公有人拿手帳 我就知道 還有一些外籍刊物啦 我就知道 這是一團 生帳者的旅行 因為這樣子 我一句話都不敢講 故意裝作上廁所走過去 然後又走回來 乖乖的坐在那裡 乖乖的 乖乖的 然後這樣算了 然後火車就很快 這個高鐵就很快就抵達左銀 快要抵達左銀的時候就慢下來 你如果坐過就知道 他會廣播不斷廣播 可是在廣播的時候 我的前面這三四台 阿公阿嬤全部都站起來 非常慌張 開始在拿行李 都還沒到啊 開始緊張到要拿 那為什麼要拿呢 這我可以了解 因為他們是勝仗者 行動不方便的人 會有一種不自覺的心理的反射 那個反射你去坐火車都知道 因為那個火車 你如果有的火車都知道 有的火車是要上去 有樓梯上上去的 宰宰的 不是每一個都像普悠媽 直接走進去 就是要走進去 所以你一切身上的 他會搶在第一位置 為什麼 他怕落後上不去 他走在前面呢 他又怕後面的擋住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勇氣 他又拿行李 他會更緊張 然後我看到前面所有人都站起來 應該跟這個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可以了解 可是又亂成一團 這個時候我的前面第一排 前面一排 有一個大姐就站起來 擋住我要跟著大家 喊 大家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這是最後終點站了 等一下高鐵小姐會來幫我們忙 我們慢慢的出去就好 不會再走了 可是沒辦法 他們已經亂成一團 然後大姐轉過頭 對著我們大家 就鞠躬 說對不起 我們這一團比較鬧 拜託 可能會塞住大家 你們可不可以從另外一個車廂 後另一邊出去 我們這裡會塞住 他這樣講 非常有禮貌 我覺得這個蠻客氣 可是這個時候 我就忍不住問這個大姐 請問你們要去哪裡 他說我們要去四重西 他跟他小琉球 三天兩天 念了這兩個地方 我說好 我自己也往外面走 為什麼 我怕黨給他們壓力 我出去的時候 我就坐電腐梯 高雄左營 高鐵站是大地上二樓 坐電腐梯上去 看著他們下面的時候 他們還在那邊忙 輪椅正在忙的退出來 可是我知道 他們如果要坐電腐梯不可能 因為有輪椅嘛 不可能他們只能坐電梯 還好高鐵這方面 電梯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都有這樣的設計 只是一次大概坐一台或兩台 大概坐一台 然後這是那天 這些人 上到大廳的時候的情形 為什麼我會拍這樣照 欸我這個人真的很無聊 我上到大廳以後再想一想 這個小琉球 欸 這個四重西沒問題 小琉球 只是垃圾多欸 這次最近好 小琉球 那個 有沒有這種給輪椅坐的遊覽車 因為遊覽車大家都知道 遊覽車司機在下面 二樓都要走上去 我看這次是大問題 第一就是 因為東港 昨天去到小琉球 這麼麻煩 要有人搧 搧到輪椅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很麻煩的事情 他們剛才知道 所以我坐電圍衣上來的時候 我已經決定做一件事情 想要擊破一下 等他們上來之後 去跟他們提醒這件事情 會跟他們無聊 就要等 所以我等的時候 因為他們上來沒事 我就拍這張照片了 好 所以就有這張很奇怪的照片 可是那天拍完以後 我就跟傳藍色的這個 火力桑大哥聊天 會說 欸 欸 這個大廳請問 你們是誰來的 他說 他說我們從台北天母龍總醫院對面 那個振興醫院的復健中心 我們是復健中心的 大家一起出來旅遊 你怎麼聽過復健中心 一直出來旅遊 你可能有什麼 某某裡的老人 一起出來同樂 他一直唱著OK去唱什麼 復健中心一起出來 我第一次聽到 嚇一跳 問你們復健中心 那麼多人 怎麼可以出來 他們就講說 齁 我那些 人家庭也有夠厲害 你對的是誰 就剛剛那個大姐 那個大姐來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先宣布 好 我們現在在這裡休息 我覺得高雄 左營那個高鐵大廳這裡 給人家休息是個很好的地方 他就這樣喊 大家這邊休息 我剛剛跟遊覽車聯絡過了 一半兩天才會來 我們現在有半個小時 大家慢慢來 先去上廁所 身上者非常需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讓他去充容的休息 做各種事情準備 譬如說他要送他去輪椅 可能是個看路送他去 那這個大姐 他自己也參與著他的先生 慢慢一步一步走進去 因為走得很慢 所以他不在了 就是老 這個先生跟我回來 說 我這個厲害 就像無夠厲害 都是他的功能 我說他怎麼厲害 他說 他的先生 就是跟我們一起互健的 每天就是來拉 拉一直拉一直拉 可是有一天 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每天拉 然後每天看牆壁很痛 所以有一天 他就跟他太太講 我可不可以這一天休假 他太太不行 你這樣子不拉 一天休息就不會好 他只休息一天就好 那這一天你要做什麼 你可不可以載我去陽明山 去看森林 走一走 綠色的地方 他太太說 我這樣也好 不然每天都要去復健 也很痛苦 每天看著白色牆壁 無聊 那就好 那我有一天 我特別 找一輛車來送你 來宅地算 他就很高興 那一天 他去復健的時候 就跟隔壁講 對不起啊 明天我不來 他偏偏說 你為什麼不來 我現在在你陽明山 要去看 要去看回 我們那個人就很羨慕 他說 那你可以不可以順便帶我去 他就講 你就算了 兩個一講 其他人都聽到了 其他每一個人都想去陽明山 那時候大家還注意到說 原來復健人也要出去旅遊啊 他們要看綠色啊 結果那個大姐來接他的時候 知道這樣子以後 就想說 啊 這樣算了 獨樂樂 不如什麼 眾樂樂 所以他就 好 那我就來辦活動 辦三天兩夜 可是 你要知道 你要辦旅遊活動 你要有導遊執照啊 他沒有耶 要怎麼辦 他就去把他考到了 一個月內喔 但是 麻煩不是跟這個而已啦 啊 還有一個 所以 附建 中心的人 深藏者的旅行 你還要有這樣的姿勢 你還要考這樣的執照 他有一個月你把他考 考到兩個 所以 他就明正嚴肅 帶著這些人出去 可是這些人出去 那是個大軍團 那個不是我們這樣的一群出去的人 每一個人就出去 就很輕鬆出去 他們這是重型機車隊員 有輪椅 有身杖的 有手杖 還有外籍看護 還有什麼 他們出去的時候 啊 護士要怎麼樣 啊乾脆護士也要搶出來 錢開了快 錢他們花沒關係 他比較在乎的是 大家能不能享受快樂 所以對他以前錢不重要 他們這一群人就大劈不出來 連護士都 花了錢都他們花 為什麼 護士這樣子的話 就叫做夢想掌握 那子我們出生了 他就騷擾比較好的 就這樣出來了 好他們一直出來了 現在問題來了 問題在哪裡 我就好奇問 他們這樣出來以後 這個大姐我們是怎麼聊難 大姐出來了 大姐出來了 我主動上去說 這位大姐 跟妳提醒一下 這個小琉球 郵輪的問題 不能給身上的問題 可能不適合 另外有游覽車 妳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她說謝謝妳 她說游覽車 我有打電話去問 她們說她們會提供低體盤的 然後那個郵輪 她們也知道 她們說她們會把那個跨過去的那個椅子 什麼橋 登陸的地方都會做得好好的 讓人好去 她因為這樣子 我才敢去小琉球 吃東西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好 她們就這樣講完了喔 後來就最後問她 請問一下 像這樣的旅遊活動 妳們借用身上旅遊活動 妳們到底去過多少個地方 她說她們至少去過三個地方 哪三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妳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身上能去的地方 有哪幾個 第一個地方 叫做日月潭 那時候日月潭可能遊客 她可能選擇不是路客很多的時候 不然大概就不容易去 那為什麼選擇日月潭 她們第一次嘗試日月潭 是因為日月潭是無障礙空間 特別設計的特別好 那是國際旅遊的景點 所以無障礙空間特別好 她們繞路 她們下去的時候 然後整部步道 都會說誰就去 以前有一個隊伍啊 叫做歡樂電動車的隊伍 歡樂電動車就是身上者 她們騎著是電動車有沒有 大樓就頂著我開玩笑 她們有一次三 我有認識一個姓鐘的小姐 她是歡樂電動車的小隊長 她自己也是聲浪者 她每次出去都找她的同好 都是歡樂電動車 她每次都三十個人出去 有些人出去就很慘 就沿著整部步道一直走走走 走到一個地方全部停下來 為什麼 好像打個車遇到一個順溝 過不去 都卡了 那很慘 就一樣一樣要盤上去 這就是什麼 無障礙空間沒有做好 整幕喔 很好 可是到這裡就一個階梯 只要那麼短短的十公分 把全部二十幾樣全部卡在那裡 要卡一個小時 這是聲浪者 他們痛苦的地方 或者一個餐廳有沒有服務很好 我就有看過這種朋友 餐廳就高那麼兩公分而已 他就上不去嘛 他就覺得餐廳對他不好 沒有服務周到 不友善的餐廳 好 這都是後話 我們先回到這裡 他們先去日月台 第二的可以去打 你猜看看第二個地方去哪裡 第二個地方叫做金門 你說金門 金門可以去嗎 金門怎麼去 我跟你講金門 他的公車服務系統非常的好 第一體團公車都做到了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他們有金門高的人 有賺錢 金門要賺錢就做這些服務啊 所以去金門讀書 通常會有免費的電腦 然後還有兩瓶高兩酒 做多好的 好 金門是這樣子 可是重點是飛機啊 怎麼飛去 結果他們打電話去問 有一家公司 願意服務 願意用那個 升降機接送這五個人 這家叫做 復興航空公司 雖然摔過兩架 但這外面 他們真的做到了 所以他們就敢去了 所以他們就驚人 那第三個地點呢 就是北海盜 天啊 北海盜 你們怎麼敢去 我大概第一句話都問這個 你哪一個北海盜 你怎麼敢去 他說他們查了上午查 人家日本人 對銀髮族 對聖障者 北海盜做的都很好 你去就是言不通 多安心可以去 那我說 你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那裡 他們說很簡單 我如果是一個聖障田 我背後是雪景 是薰衣草草原 放在那裡 坐在那裡被拍到 我在那裡 居然可以到這裡 那種感覺不一樣 我一個人就算了 全班同學都在這裡 一間同學都在這裡 一起拍到 那個感覺跟小學畢業典禮 大家一起拍 更好耶 那種感覺是 你花錢都買不到了 那買回來 他拍完了 一路拍回來了 到時候在復健的時候 一邊就把這個畫面放出來 大家一邊拉一邊看 很滿足啊 那個身體會好很多啊 所以他們對於旅遊這件事情 這樣的一種遠足交友 他們是非常非常的熱衷 而且一定要去實現完成 這是他們 這群復健中心的人 彼此之間 對他來講 錢已經不是問題 重點在於 我能不能快樂的 度過我的餘生 然後 那時候 我當然很無聊 還是問他一句話 我說你北海道去了 那你在台灣 有一哪一個地方 你們最想去 但不敢去 最想去到現在還沒去 他們說一個地方 花蓮 為什麼是花蓮 因為花蓮的第二月台 你從高雄去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下來是第一月台 那第二月台下來 有什麼事情 有 第二月台花蓮 沒有電梯 你有電舞梯都下不去 你有電梯 你有電舞梯對不對 你身上人怎麼下去 一定要電梯 不要說腎臟者 你如果是孕婦媽媽 你抱個小孩子 或者你拉個推車 再帶個小孩子 你怎麼下去 一定要電梯 可是電梯都沒有涉及到 花蓮 是一個想去 但去不了的地方 當然現在改善了 因為我文章寫過以後 沒過多久 高台鐵有曾經跟我這樣講過 老師報告給我 不只是花蓮 我們台灣兩年前開始轉變 這是先給你看 他們去坐遊覽車 這是他們坐去小琉球 這是他們的拍照 給你看他們是這樣 這樣就有錢 然後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台南的電梯 台南電梯是三年前才有電梯 多北來 你還記得高雄五車站 我們要嚇一跳 天車好久 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電梯的存在 可是兩年前 我注意到一個這樣的發展 我念幾個鎮 這些鎮最近都有電梯的 二水 清水 三意 然後 然後 保安 然後 台東的路野 這些地方 都有電梯的 譬如台東路野 也有電梯 它應該是熱氣球才會有電梯 代表整個台灣無障礙空間 已經擴起到全島 小鎮有電梯 這樣的無障礙空間 不是讓我們可以去旅遊 重點是小鎮的阿公阿嬤 他生病了 他走不動的時候 他可以坐輪椅自己出來 他不用等他兒子回來 兒子也不用專程回去載他 或者他痛苦他不敢 禮拜一要等到禮拜六禮拜天 他就隨時可以坐輪椅出來 增長者 老幼婦女 孕婦 媽媽帶著小朋友 也可以坐電梯 所以小鎮有電梯 會帶來這樣的方便 當然對我們的旅遊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改變 可是 政府已經走到這個階段性 可是我們的民宿業者 有這樣做到嗎 還沒有 台東兩千多家 不管正台無牌的 你現在去台東的民宿 你現在再回想看看 我們的民宿不可能都是一樓 有都是二樓三樓都有 你二樓三樓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電梯嗎 都在灑著行李 我很痛苦的拿上去有沒有 如果爸爸媽媽上去 也很對他們也不好意思 二樓三樓這樣走上去 這樣的無障礙空間 都應該做到 可是大家都目前都還沒有 可是我覺得 這個是遲早要改變 要快點改變 讓台灣變成一個無障礙空間 非常好的地方 這是一種友善 讓台灣讓更多人知道 就是我們是做這樣做到這種地步 我最後一個議題 還是回到台南這個議題 我用這個秋樓比較好 來做雄會的結尾 這是建產 那種多期的建產 這個季節啊 上個月開始擦陽 有一次 我要去台南 去坤冰坡那裡 買花生 又經過的時候 我看到一隻牛 一個人在耕田 我馬上停下來看 因為那時候正要拆陽 因為那時候正要拆陽 那台南南部的山 很出名 北部 北部的田 大概就是這麼一大塊 這麼南 南部的田 通常是200公尺長 然後寬可以寬到50公尺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有一個阿公 他真的在鼓勒雷腸 一減人 現在已經很少 在雷腸那樣滷的聲音 他好像在做風環 在滑船那邊 然後前面聽到有聲音 咕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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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水車的那種聲音 非常好聽 所以我那天在看就很過癮 哇這個阿公好像在享受耕田 這個這樣的耕田在北部是沒有的 可是 雷腸 水有雷腸 我們很久沒聽過了 所以我這邊看 看著很過癮 然後他滷過的聲音 你看他滷過的那種打出來 那種尷尬 非常舒服 然後我忍不住我就站起來 後來我就忍不住 他過來說我就問說 就問一下 你是什麼人 因為我想了解 為什麼會有耕田 結果他就 開始泡 開始喊嚕嚕嚕 我就是五米洞裡面 那個人家 他說五米洞裡面那個男主角 五米洞裡面那個男主角 五米洞裡面那個男主角 不是昆明博 齁 就是那個 那個紀錄片裡面 除了昆明博以外 還有一個人 叫做文明博 還有牽著一隻水牛 在耕田 喔就是他 就是誰 原來我想一想 原來我在厚比銅項 這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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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有這一張 就是 台南後避車站 有四個銅項 昆明博 跟他太太 還有他的朋友 後面對 弄彈簧床的 另外一個就是文明博 戴著帽子 然後他們四個站在那裡 雖然四個都還活著 但是四個已經很像了 然後前面有一隻牛 前面有一隻水牛 那隻水牛 難道就還是這一隻嗎 哇 前面那隻牛也在喔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是銅項裡面 兩個 佛品還在這裡 哇 幸運 然後 看他在雷山 一邊雷山 我就看旁邊 有這個阿婆 阿婆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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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旁邊是 土豆山 花生田 土豆 那水如果滲過去的話 花生就會不好 所以他在弄到藏黃 我就過去問阿婆說 阿婆 請問一下 你這個藏 這是你的藏 他說是 你的藏 你怎麼叫那個 問你伯爺 來的藏 阿婆就笑說 沒有 他不是笑 他說很無奈 他說 啊 你不知道 等一下 我們老闆來 你這樣問他 對 等你的來 我問你老闆 你們那個 台南鐵都 平平的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那個 品什麼都沒有 有一點來 你就來 不到五分鐘 我就看他遠遠的地理線 有一個人騎 本田主持 不不不不 騎過來 沒有戴安全帽 沒有安全帽 來啊 沒有戴安全帽 重點戴哪裡 不是安全帽 是他的手 有沒有看到 因為本田 逃跑出來 給你那個 爪拔拔掉 跑過來 為什麼 生病了 不放心 所以跑來看田 所以騎著本田五十 那本田 沒安全帽 後來不及不及到 這樣 好 到了這裡 下摩托挺好 第一句話 叉叉叉 就出來了 叉叉叉 對上面講叉叉叉 對你太太 哇 說的是 你的菜這樣做不行 水的勞力 就非常講究要求 罵完大概沒事了 因為兩個就頂來頂去 就沒事了 沒事了 他就看著田 看到一半 放我走過去 歐利桑 救命者 這是你的菜 你說是呀 他說你怎麼騎這麼水果 這一問 馬上就點到他的痛處 他說 齁 你這樣說我就越生越去 我騎 騎著 騎乎 來賊 騎乎 那這體股有實力 還有騎乎 鐵牛 鐵牛 他罵鐵牛 很笨 我說什麼 騎乎 那他拚十公分 就都雷十公分 都雷不雷 你看那殘草都不雷 我今天 我看那雷不雷 看得不爽 期末就不爽 今天我夾完料三千塊 請這隻水果來 為什麼 那水牛 有地方可以採 有地方不採 用人工做 就水會比較平 水平 比較平的 比較好 他說水吃了比較平均 那 豬襪炒下去 就水塵一樣 發出來 比較青 每人都青 那如果沒有白身 豬襪 這麼黑身 這麼紅 這麼青 這麼紅 那看起來很難看 他跟我講 很難看 我說 你不看有什麼意思 他說 你很減少 我會讓年輕人看到 哪像我們聊天 在我看 我六十 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我在看 怎麼減少 我家哪有什麼年輕人 你不就是年輕人 就這樣子 講完了 好 然後 然後 就這樣子 講完了 然後就沒事了 沒事了 看完大概也難足了 就又要回去掉點梯了 回去掉點梯的時候 他又停下來 底下為什麼 他大概又看到有什麼問題 就去跟文靈寶聊天 跟他講 那那個慘 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不夠 花了三千塊 他當然要講清楚一點 然後我就在旁邊看 剛好 我跟一個朋友開車 要走 看著他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阿婆像誰 他說 我想像著阿婆 像一個人 誰 我兩個都在猜 你會猜誰 我女兒會說 他比較像雲門舞集裡面 那個林花妮 為什麼 我們兩個都覺得 我為什麼想要林花妮 因為這是他的舞台 那個水田是他的舞台 阿婆根本就是雲門舞集的總監 阿 不然買了 跟這隻水骨 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到底哪一個是男主角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兩個是主角 那為什麼要去跟他 跟他講 那麼認真的講 觀眾在哪裡 觀眾是我們兩個嗎 當然不是 我們兩個是意外的旅客 沒有買人票的 主要的觀眾只有三個人 天 地 跟神 每一次演出都是給這三個人看 吳米樂昆明博 正在外面 都拿聖禮來 都拜拜 在那兩公斤 拜託怎樣 也是給天地神看 所以這只是裡面的 那一台舞台劇的第一場而已 接下來有好幾場 可是光是第一場 他就很那麼認真 這就是我看到的 金療 可是這金療還有一個東西 有一次隔了幾年 我遇到了文明博 跟這隻水骨 我問這隻水骨要一個 我就問吳米樂昆那一隻 是不是這隻 他說不是 你吃一頂羶 你吃一頂銅像 你吃一頂銅像 他聽 我先說沒辦法 老了 但他死了 他又問他 他痛是不是 我不敢 不敢要怎樣 他說 有些人說 因為牛死掉 大家要賣掉 去做牛肉乾 他說不敢到怎樣 他說我請一頂羶來 我一個 睡得好 我自己的藏 在台北裡面 你知道這隻水牛 那個 我們現在要死掉了 你要買快遞給你 做的木 還不一定有 他還給那個牛做 買了以後 每天走過都去拜拜 這隻 是他最好一隻 為什麼最好一隻 因為他老了 另外還有一個人 他說這隻 剛才我們這幾個 像這隻水牛 買的也要跟 跟我們勒菜 我們這隻 全的大家都請他來勒菜 因為大家勒得漂亮 所以 這種手就比較好 他拿得漂亮 他脾氣 擺得摸摸摸 因為他也要擂殘 我有夠可憐 我現在還不是都沒辦法 跟我摸開作業 他吃到頭盆都會睡 這就是昆明博 他這裡面講到什麼 我們聽過手工麵條 手工麵線 但從來沒有聽過 有這種手工跟甜 你覺得比較好 可是這裡不止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昆明博 他們這裡都八十三歲了 差不多八十歲 整個金療 五百人都八十幾歲 在建產的 這是個危機 因為以前這八十幾個 他們的金療國小 昆明博 在那裡拼了一千四百的 那裡面有兩百的建產 但是昆明博 現在他們的森林小學 他們的金銅小學 像沒有一百人 沒有一百的孩子 一百的孩子 有幾個 還會建產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什麼 老人結構危機 老人危機 農田 修根的危機 還有一個當然是用藥 就是他們 得到一個問題 怎麼辦 用藥我們再看一個 這是阿里亞 他們這些 建產的人 現在多數人 都會每年補助 補助 所以這條農 他不是種到 被菸的壞掉 他不會餓死 所以這些老農 最近在發展什麼 水牛趴田 我們不知道 水有蕾蠶 現在沒有在魚園 把這裡的魚園 現在還做人家 用阿 起阿 來 來建 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聽說 他們這些老人很好玩 看電視說有人用阿 去採這個 央苗 央苗 央苗採下去的時候 也用幫這個 稻子做 SPA 按摩 他們聽得很爽的 在我用這個按摩 然後再給他一些打戲 阿還會去吃草 所以他也在戲戲 阿 他也在戲戲 戲戲之後 沒想到 第一年 阿 都去到我 打戲了 然後 乾脆 在旁邊圍個鐵尼巴 圍起來了 沒想到 野狗又跳起來 又把牠們吃掉 他們第三年 乾脆足隔 兩公尺高 然後 弄黑 在這裡 讓野狗看不到 結果他們就成功了 他們在一塊一公頃的地 水源跟地 大家隔絕 風也吹不到的地方 農曜吹不好的地方 他們 種一公頃的 有機 鴨 鴨 鴨道 終於成功了 可是他成功告訴我們 什麼 人家鴨間道都隔 為什麼 人家在外面看 人家鴨間道 都是一種 刺在鴨 人家來參觀的時候 放出來看 阿鴨間道都鴨 他們這樣看就知道 是怎樣 阿鴨要搭 一定要保護 照顧 不然你會到我 等下 養鴨人家 跟以前道農的關係 是要有專門再帶 一路跟著跑 這的阿 我第一次看 他們說這個五十 我知道 阿鴨齊得有感情 有感情要怎樣 我去 看見他們 看見我 很開心 說 阿不然老師 阿你來了 阿不然你三年這麼早 我想要三年這麼早 因為 因為很大 不知道要放人家 所以你三個一台 阿不然不知道就好 我說我要去做大高鐵 不可能帶兩隻鴨子 那邊 可是這裡面 後來他們當然是 這個是有機鴨 他們當然是送走了 可是這裡面 告訴我們什麼 這裡的農屋 他們是在追求一種 稻田技術的完美 用鴨子來養稻 用水牛來種 來耕田 這個是我們很難想像 這個是國寶 這樣的鴨農的藝術 這種稻田的藝術 農藝藝術 是我們在京鳥這個地方 不是看他們老街 不是叫那隻水牛 你坐在上面花五十塊給他耕 是我們看到這些老農 他的堅持 看到他們還在寫日記 紀錄怎麼種稻 這是最靈人的地方 好 現在已經快要到四點半了 我只能講到這裡 我今天講的這些台灣小村的故事 都是最近的心得 我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看到我們台灣 比較精彩 比較美的地方 也看到台灣哪一些地方不足 那接下來 我們怎麼樣讓台灣做到更好 希望今天這樣的演講 大家都有所收獲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